今天为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是 刘仁清牧师 刘仁清牧师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担任学务长 他曾在台美教会机构及神学院服事四十多年 并前后在台美四所神学院进修 是经历十多年神学慢炖锅熬炼下的四神汤 这个汤我们大陆不太明白 但是在台湾的话好像很有名的一个 主题是展翅上腾的神学生活 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下面我们欢迎刘仁清牧师 我们来正道 好 各位亲爱的同学 还有老师大家平安 刚刚提到的那个四神汤 没有吃过的紧急手 那么多人没有吃过四神汤 OK 好 那我们下个学期的这个午餐 我们可以来一个台式料理 四神汤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好 谢谢这个成龙的介绍 那么这个感谢神 我们学校真的是重新迎局 有黎明 有成龙 还有一个干脆就叫做李明星 我就是明星 所以我们希望说看看明年或是下学期 有没有刘德华跟龚立要来读我们的神学院 成为传道人 OK 好 我们今天是学期期末最后一次的崇拜 除了在实习教育课有机会跟一些MDIP的同学 谈到这些服饰的经验之外 大概就只能借着一个学期一次的讲台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今天特别要用展翅上腾的神学生活 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以赛亚书 四十章三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 那么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可以展翅上腾的神学生活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思想 就是当你要展翅高辉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先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预备的事情 那是什么功课呢 就是要学习等候 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所以当我们要重新得利 展翅高辉的时候 等候的功课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 可以看到一些等候的经文 那么特别在诗篇里面 就至少有五六节 谈到等候的经文 很多 那我不能所有的都读 就选出四段 我们来看 一个在六十二篇第五节 那里说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二十五篇第三节说 还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 必要羞愧 接着三十三篇二十节说 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三十七篇三十四节 那里也提到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击你 使你承受地图 二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所以我们从刚刚这里 所读到的几节经文 那我们就知道 等候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 这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暂停 暂停 暂停一切的动作 手中的工作 服事 暂停 或者是 安静 在主的面前 或者是 休息 圣经也提到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所以 暂停 安静 休息 这三个 都是跟等候 有关系的 当我们提到 如荫展翅上的时候 那么在网路上就流行了 有这么一个 异道故事 虽然有些生物学家 不完全同意 不过 听说老荫 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必须有一次到两次 他必须 回到他的窝 在那个窝里面 什么都不能做 他就是要 把他身上的蚁毛 一个一个 灼掉 磨去他的 这些的爪子 磨砺 爪子 然后退去 他的蚁毛 当他做这个动作完以后 他才能够有新的蚁毛 锐利的爪子 重新再出花 所以这是老荫的一个过程 所以老荫要能够成为一个 寻找猎物非常厉害的动物 他必须有一段时间是 什么都不能做 暂停 就是在那边 重新修整自己身上的蚁毛 所以同样的 动物都会有这样的动作 那何况是我们人呢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的属灵的伟人 他们在神要重用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必须先经历 这个等候的功课 那我们所知道 在旧约里面 摩西 对不对 他要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前 神就让他在旷野里面 学很多的功课 在那里等候 耶色也是一样 被卖 被诬陷 然后在监狱里头被关 在那段的时间 他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他就是 坚信地依靠神 圣经说神与他同在 后来他就能够被神救拔 从监狱里面的囚犯 最后变成一国的宰相 他也是在监狱里面 经历了一段等候的时机 耶稣要出来服事之前 也一样 现在旷野 有四十天受试探 在那里面对一些的试探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 他们在开始被神使用 开始要出来服事之前 都是经历了等候的阶段 那么今天各位同学 我们来到神学院 我们来到这里要进修 特别是道塑的 未来要成为牧者的 我在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就跟我们讲 你们现在进到神学院 你们都是一颗一颗的牧师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到的湾克豪 你现在是一颗克豪蛋 我看到的成龙是成龙蛋 你们在这里的三年五年阶段里面 你们都是一颗蛋 在这里接受神学教育的呼化培育 透过这些老师 老师好像老母鸡一样 呼你们这些蛋 三年五年之后 等到时候满足了 你们就可以破壳而出 或者可以破茧而出 所以在这一段阶段里面 你会觉得我被困在蛋里面 我被困在那个茧里面 似乎什么都不能做 在这个等候的阶段里面 其实是很重要 你必须学习怎么样耐心 等候 把盼望放在神身上 等到毕业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破茧而出 你可以破壳而出 成为牧师 成为传道人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我们 等候还是要死鸡的 你如果一只鸡呼化还不成熟 它就跑出来 或者是那个蝴蝶 它一只虫在卷里面 快要长大成熟的时候 它等不及咬破那个卷跑出来 它死得很快 因为他们说这种的蝴蝶就挥不起来 因为它身上的血液 还没有流通到它的翅膀 所以它没有能力可以挥 所以它出来也是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 这么多的牧师 但你们在这里 学习等候的功课 我想神有祂的心意 只要时候一到 时候满足 那你们就可以被神来使用 所以同样的 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 常常就是等候不及 等不及了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心态 对不对 快点毕业 快点出去服事 快点快点快点 但是俗话 有一句话说 异数则不达 异数则不达 这是治理名言 所以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个性是很急的人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慢点儿才能早点结束 我当时还搞不懂 当时你慢慢来 就可以早点结束 其实就是 异数则不达 那我妈妈是台湾人 她就干脆用台语 常常提醒我 吃筋饭 弄破碗 这个是台语翻过来 就是你吃饭吃得太快 抢饭吃到最后 你可能摔破碗 慢慢来吃得饱 碗也不会破 所以等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 在这样的一个功课上面 被神魔 那么 常常有时候我们等不及 等不及的时候 我们就看 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 主耶华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 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 但怎么样 这里说你们 禁制不肯 常常我们就是 变成那个悖逆的 禁制不肯 明明知道 归回安息 平静安稳的道理 但是 有时候我们就是 禁制不肯 听不进去 我想特别 年轻气盛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个毛病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 以前学了很多这样的功课 所以等不及的时候 这里就说 你们却说不难 我们要骑马喷走 所以你们必然要奔走 又说 我们要骑灰快的牵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 也必灰快 这里提到的不难 就是我才不信 我照我的意识走 不难 结果就必然失败 所以圣经其实 透过这些经文 都有在提醒我们 慢下来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慢下来 我们就要学功课了 那我记得我是在这个1982年6月11号从神学院毕业 读了四年的这个坦然神学院 我6月12号就给他结婚典礼 你就知道多么等不及了 11号在大礼堂毕业典礼 隔天在小礼堂 那个chapel很漂亮 就在那里 非常风光地举行我的结婚典礼 老师同学都还没有示善 所以大家都留下来参加那场的礼拜 哇 非常的盛大风光 但是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长辈就有提醒我 需要那么快吗 你要不要毕业以后 等个一年两年工作稳定了 各方面比较稳定再来 我说不行 我已经25岁了 这个不年轻了 25岁 其实现在25算早婚 我说我那时候就找个借口 不行 25岁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因为我那时候的太太 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年轻是黑黑瘦瘦的 但是很奇怪 她很有人言 所以我在追她的三四年当中 那些苍蝇蚊子 都在她四周围绕来绕去 赶也赶不走 想一想说 赶快赶快 免得这个倒手的回鸭子回走了 所以赶快到手 结果没有想到 不听老人员 吃亏就在眼前 真的结婚没多久 有足足三年的时间 我的婚姻就不断地被磨 被磨 那时候我才会 有一点后悔说 太快了 太快了 不应该这么快 但是后悔来不及了 这个祸粗 该不退缓 所以这个你只好认了吧 那时候又是毕业 在教会里面服事了 所以就两个在那边磨 磨磨 磨到最后三年以后 神才透过我的老师 帮助我们的婚姻 被重建起来 这在我写的书里面 就有谈到我这一段的婚姻的见证 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面 学了很大的一个等待的功课 从此之后 我就学会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 所以这里说到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恩命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其实神是爱我们的 甚至他有时候给我们时间 在等我们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等不及 这里告诉我们 还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不要跑太快 在一些事情上面 我们该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学习 怎么样停下来 聆听神的声音 好 所以我们看到在 开始展翅上腾的时候 先要学习等候 第二个提到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我想我们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刻 但是我们需要重新能够得力 或许现在的你 特别是在期末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 瘫在那一边 累死了 又孩子 又家庭 又教会服事 又学校功课 这些老师真的是很残忍 毫不留情的 就是逼迫我们 所以到期末 我知道很多人 都是很忧郁的 那怎么样重新得力呢 我想在这里 我们要来学 在神学院的生活 第一个要重新得力 就是要建立一个平衡的生活 那这个平衡的生活 我们只要是在 正道神学院的 你都应该知道这个图 我们不断在强调 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 我们是一个 肆意平衡的神学院 我们强调的不但是学士 我们更强调的是 灵命 还有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侍奉 所以各位 来到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 加强我们的学士 同样我们在其他的 这三个部分 我们也是要去学习 怎么样能够平衡的发展 我想这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的 那其实这四个面向 就跟我们从小 被受教育的 要成为一个 得自体群 肆域精衡的好学生 我们从小 公民一道德 就告诉我们 一个好学生 就是要得自体群 肆域精衡 所以我们就从 这四个方面来看看 在神学院的当中 这四个部分 对我们的重要性 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得 这个得 英文是character 就是spiritual 这种灵命的伤素 SQ 它指的就是品格 或是我们的生命 或者我们的自律 这个self discipline 我们自我 怎么样管理 自律 那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比尔海波斯 在他写的 这个教会需要勇者 里面的书 他就有提到了 他说一个成功的团队 的宣洁条件 有三个C 那么 一个是品格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来电 那这三个呢 他最后的总结 就是说 他在选 他的团队同工的时候 他看中的最重要 第一个就是品格 他有没有圣灵 结出了九种果子 他有没有 可目拥有 追求这九种果子的品格 所以圣灵的九种果子 我们都知道 温柔 喜乐 节制 能耐 各样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流路 品格的一个流路 当然能力也是很重要 或者彼此共事的态度 契合度也是很重要 但是 我们也知道 如果您上院长的领导学 我们都强调的就是 一个人 一个领导者 他的品格跟生命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什么 生命 影响 生命 我们做牧养 我们传道 就是生命 影响 生命 你要足够的那个生命力 你才能够去影响 别人 讲一篇动好的道 也许让人感动一时 但是你要长长久久的 去建立那个关系 你就是在生命上面 要先被建造起来 所以 我们正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各位来到神圣 也许两年 半年 或三年的 你知道正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吗 我们有几个口号 但是 其实我们正道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就在我们chapel的那个 脚边的地方 各位看到了这一个 也许你经过好几次 你都没有仔细停下来去看看 这个十字架底下 到底是什么东东 如果有机会 待会上会你特别去看 这里面写了两个字 诚信 这是三十周年的时候 一位牧师艺术家 送给我们的 诚信 integrity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正道的神学生 或是我们的师生 我们称为正道人 我们学校称为正道福音神学院 那这个正 道 代表的是什么 正代表就是行的正 我们为人要行的正 道 是道不偏 我们讲的是合乎真理的 不偏不语 叫做正道 所以有一句话说 这个 身正不怕影子学 脚正不怕 鞋子歪 所以我们一样的 我们只要行的正 我们只要行的正 那我们在这里的学习 跟我们出去的服事 就能够有联系性 但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在神学里面 我们先要来学习诚信的功课 那如果我们是缺乏了诚信 什么是缺乏诚信呢 我们看到 一嘴两舌 或者不守承诺 欺瞒作假 或者过河猜桥 当然这很多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大概不至于吧 这些应该就是 社会上面的诈骗集团 才会做的 轮不到我们神学生 跟传道人 轮不到我们正道神学院 但是不一定 有时候当我们自己思想的时候 从我们要进来 还有在这个过程 在服事里面 是不是常常有时候 一些的试探诱惑 临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做了不正的时候 我们开始被诱惑 被影响 我们就开始会偏离了 所以不正就成为是什么 歪 所以有人说 不正叫做邪魔歪道 你这个人走邪魔 歪道就是不正 那我们既然称为正道 那当然我想 这些事情 当然不能发生在我们的学院 不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定要尽量去避免 当然有时候难免 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自言其说 为了我们一些所做的东西 我们去解释 不得不啊 环境死难 所以我只能这样子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但是各位 如果我们有一 一次的没有诚信 就必有二 必有三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真正要 下功夫去对付的 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 生命 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 无可隐藏 所以诗篇139篇这里 这个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在服事里面 我们说 神啊 求你建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想这个也是我的祷告 常常在我的服事里面 学习过程里面 说神啊 常常求你来 检查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心思 意念如何 我想这是我们 要常常在神的面前 做自我 寻查的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的思想 意念 别人不知道 猜不透 但是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神 祂知道 所以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怠慢 我们就知道 我做什么 甚至我的所思所想 神都知道的时候 让我们真的要 好好地在神的面前 谨慎自受 所以生命的重要 我想有一句话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说是神看重工人 胜过看重工作 这个being跟doing 其实两个都很重要 我们刚刚说 那个工作的能力 但是生命 是重于你的工作的 所以当我们在服事里面 你慢慢地就会察觉到 有时候我们的恩是不足 我们的口才不好 有时候我们比较内向 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强 这都无所谓 这都可以透过 胡思漫漫来操练的 但是你的生命 是要好好去对付 去建造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前两个礼拜 在我们学院的童工早会 就有一位姊妹 分享了这句话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叫做生命是事奉的基础 事奉是生命的流露 Amen 同意吧 那这也是我服事 四十多年来的一个体会 的确 生命是我们事奉的基础 那事奉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或是流露 我非常地同意 好 那么谈到德之外呢 第二个就是谈到智 智这个knowledge 知识 学识 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IQ的部分 你来读神学院 需不需要IQ 要不要 要啦 你入学考试圣经考不过 那你也没有机会可以进来了 对不对 你进来读书 你三科死当 那你能够毕业吗 也不行吧 所以这个学识 还是很重要的 IQ还是必须要具备有的 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当中 这方面也是我们要加强 怎么样 抓到那个读书的技巧 研究的方法 我想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我想有几方面我们来学的 就是你进到神学院的时候 你必须第一个先要有一个 学习检验跟批判的精神 你会学很多的神学 听很多的理论 什么前千许年后千许年 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很多很多的那种东西 你自己要去检验分辨 不是所有老师说的 你应该全部吸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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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讲的你也要去检验 甚至要批判 我记得我在读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 那个神学院是长老会背景 那时候我刚刚高中逼 我就去读神学院 一片空白 但是我进去神学院的第一年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教育 因为我在上旧约概论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个英国回来的旧约神学教授 他在课堂里面挑战我们 他跟我们说 各位我先告诉你们 创世纪的前三章都是神话 你要信吗 告诉你哦 这是J.1.J.E.D.P.点 所以总结下来 这有80%都是神话 都是中东各民族里面凑起来 所以放到圣经里面去 新正统神学 把我吓坏了 第一年之后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读下去 或者我的整个思想都被搞乱了 但是感谢神 在这当中我慢慢经过 这样的一个检验跟批判 那我自己拿定了主意 我知道这些是说说听听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我听到一些学长也告诉我们 你不能拿到教会里面去讲 你去教会幕会跟会友讲 这个创世纪里面是神话 我告诉你马上牧师被赶下台 他们就是神学院 这个是给你去听听有这些理论 用到教会牧养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另外在课堂里面也有一些是 可能老师没有提到的 或是我们的课程里面没有安排到的 神学院没有教的这些 或是课堂之外的 是你要把握机会去学习的 所以像我们神学院里面 会提到赶鬼的事工 但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个小时 告诉你怎么样赶鬼 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去赶鬼 真正面对的时候 你敢赶吗 怎么赶 那就是有时候神学院没有教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实习课里面 也有同学提到说 是听过这种怎么样主持圣餐礼 婚礼 洗礼 葬礼 但是也没有操作过 等到毕业以后 你才自己硬着头皮上针 那这些的东西 当然如果神学院有机会讲 让我们学习操作那是好的 但是很多都是你自己本身要去体会的 而且要去操作的 那这些也是你要把握机会 去多学都看 所以我们强调那个教会实习是很重要 教会实习就是让你能够有机会参与 有机会去看 那么我们既然是一个神学院 不管你是什么科系 我想我们都有机会传讲神的话语 都是传道人 所以讲道就很重要 要多多操练 才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我们 我的第二个神学院是在台北的华神 那时候刚好是林道亮院长 他非常严格 我们的学院的崇拜 每一个要毕业的学生都要去毕业讲道 都要毕业讲道 所有的讲章的稿子都要先让院长看过 他改过 你再上去讲 讲完真的有讲道批判 不是假的 讲完到同学在聚集 然后对你今天的讲道做一些的回应批判 哇哦 那真不得了 他就包括我那时候是读MA的 一样要毕业讲道 所以林彦长是非常看重讲道的 他说你出去一个传道人 你不会讲道 不会传道 那你就回去磨豆浆 去卖油条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在神学院里面 有很多的必修课 选修课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学校没有教的 你也自己本身要去摸索学习 第三个就讲到HQ Healthy 这个体 得志体勤 在神学院我们没有体育课 所以你们没有机会可以去操练身体 但是这个运动健康跟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燒 那神学院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保持一个平衡点 你就会被压垮 甚至得到最后精神分裂症 忧郁症什么都来 所以这个体力还是要有的 所以之前老一辈的传道人 常常都提醒我们 灵愿烧尽 不愿朽坏 这是宣教士的精神 也是台湾长老会他们logo上面的一个标译 灵愿烧尽 不愿朽坏 但是这个是可以用在精神 服饰的精神上面 但是用在身体上面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学读完了三年 四年的神学院 结果带了一身的病 结果出去服饰 教会一看 怎么这样子 神学院读完这个变成落机 身体也不行 体力也不行 那这个我想是要平衡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五十六十保养好 七十仍然是一条龙 我现在已经过了六十的人 我真的可以体会这一段话 现在有时候常常体力不济 那常常就要去散步 跑步 那我想我希望我能够到七十仍然是一条龙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几个 我们的荣誉教授 荣誉院长 八十几岁了 还是回来回去 我非常的羡慕 知道他们身体也有一些的病痛 但是怎么样 你要保养好 调整好 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我记得我读了几间神学院里面 印象很深的 在台南神学院 我们那时候的全院运动 国民运动就是打羽毛球 一下课班王 四五个球场 他就在那边打羽毛球比赛 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 那华省的时候就是打篮球 所以有几位同学他们读三年 两年 我们就笑他们 你是来读圣经神学 还是你来读打篮球运动的 运动休闲系 他们一下课就去隔壁的那个美国学校 在那边打篮球 不过感谢神后来看他们的身体都很好 那我在三十多年前来台湖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威林 Carey 租他们的学校 那时候我们有二三十位同学 有几位也是国际学生 我们那时候的唯一运动 有很好的网球场 所以有一些同学 我们下课就在那边去打网球 那我最近也突然看到有一些同学 他们提早来 八点多就在我们那个角落 在那边打篮球 我记得很好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寻求平衡 那希望我们新的第三起盖好之后 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中心 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打乒乓球也好 或是能够在楼上打一毛球 好 最后一个提到的就是EQ 那EQ这个就是包括人际跟你的团队 那这个群 德智体群 你们很幸运今天能够来到LOA的campus 在这里一起生活 住在梁木 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被管都太多了 特别宿舍生活 大家一起生活 罗经理规定这个规定那个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太难了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我们比那些网路生还幸运 虽然我们有受到一些的限制要求 但是回头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很美很美的事 我读了四间神学院里面 有两间在台湾 一个男神 一个华神 全部要求住校 我们那时候还有神学系是读六年 高中毕业到道塑毕业读六年 叫六年一贯制 六年全部住校 那不是开玩笑的 六年你知道 在学校的生活里面 不是只有读书而已 我们还要做劳务的 台南神学院一年级新生进去 有两个重要的任务 一个就是要去菜市场采买 跟着厨房的阿姨采三轮车 到那个批花零售的市场 买三餐要吃的菜 回来还要帮忙摘菜 洗菜 然后一年级新生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敲钟 我们有早拜 有晚拜 早崇拜跟晚岛会 时间一到 我们那个钟是在男生宿舍的三层楼上面 有一个钟 我们新生的责任就是时间到点要去敲钟 然后告诉大家做礼拜啦 要去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敲钟很容易很好玩 告诉你我们新生每个人都很紧张 因为你敲得太快也被骂 我们那时候学长很凶啊 五年级学长六年级学长 敲得太慢也被骂 所以你就敲钟一个人敲 后来干脆三个人一起敲 大家算一算敲 被骂三个一起被骂 有些学长他是真的就是故意要下马位 但是现在回想 那一年真的也是有蛮多的回忆跟经验的 那么到了华神 我们那时候也规定全部要住校 那大大小小的孩子进去以后 住在宿舍里面 我们要早上要起来打豆浆 早餐打豆浆 要磨豆浆 每个礼拜要扫学校一楼到五楼 要打扫的 所以这些劳务工作 团体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学习 怎么样彼此互相来帮补配搭 这是一个学习胡思 那透过这样的在一起 我们同学的关系很重要 你要找到一个胡思的代道伙伴跟守望者 所以我早上才听到我们在探讨这个online的教育 跟onside的教育的时候 online的同学大部分的反应都觉得他们很孤单 读神学的时候上课一个人 有事也没有办可以分享可以谈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能够住在宿舍里面 我们能够在同一个课堂实体跟老师有互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同学关系 这个两年三年下来 这是很宝贵的 那么也可以同样建立很好的师生关系 所以你可以把握这两年三年 跟你的老师建立亦师亦友的这样的关系 等你毕业之后 他可以成为你的生活的教练life coach 随时你都可以跟他连结的 这是一辈子受益的 也可能是一些online学生 他们比较羡慕 跟比较缺乏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我们思想 虽然今天被要求到这里 你要投资很多的成本 受到很多的这种管制 但是其实在这里面你去思想 你是一起在挥的 好像那个野院一样 情挥 跟你单挥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些通勤的网络学生 有时候是单挥的很孤单 所以我想你要转个恋 那边换一个方向说 我是很幸运的 我是很幸运的 所以在我们的群体生活里面 也是彼此学习的 安静有时 欢乐有时 所以我在台北的华省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的传统跟定规 就是每到周间的一个晚上 上至院长下至所有同学甚至家属 我们在大礼堂上面 我们围成三圈四圈 一圈一圈的跪下来祷告 足足一个小时 包括七十多岁的老院长 他也跪下来这样祷告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很美的操练 除了这个 有时候我们也有团体的活动 所以这张相片我把它增长着 这是学校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后来被选做康乐鼓掌 要办很多的活动 因为我曾经在YMCA待过五年 很会办活动团康 所以被选为康乐鼓掌 我们那时候每年都会有几次的这样的团康 欢送会或是退休会里面 所以你看到 连院长在前面那个拿着锅铲的 那个是领导量院长 带着后面的老师 组成一个科兰乐队 在那边表演 所以现在回头看 这是很值得回忆的一件事 所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各位今天神把我们召集在这里 我们就是一个team 一个团队 让我们彼此在这里 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精神 所以总结来讲 在这个部分 就好像帖撒罗尼加前书提醒我们的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以魂以生子得门保守 所以这里提到灵魂生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心灵 都要平衡发展 最后我们要重新得力很重要 就是甘心被主塑造 甘心被主塑造 所以我们学校的使命是什么 塑造神国 使命仆人 转化全球基督教会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各位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被塑造 我们在这里透过老师 同工 环境 教会 一同来塑造 各位都是未来的使命 神国使命的仆人 我们在这里 我们学习怎么样被塑造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神所中的杰作 那有一句话说 传道人是在火中成形的 所以神或许今天透过神仙来捏造我们 行塑我们 甚至在神仙来破碎我们 以前觉得我们很厉害 我什么都知道 一来都被敲碎了 好像我什么都不懂 那在这里我们被寻塑 那到教会的实习 服事甚至更现实的 是摇扫我们 淬炼我们 甚至我们将来毕业之后 你的服事的环境好像火在淬炼你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好的一杯 我们灵炼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好好就被破碎 好好被塑造 以至于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用再被磨 不用再受苦了 所以看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中的工作跟杰作 第二个 要认定我们自己是神特选的勇士 今天神呼召你们 不管你是读什么科系 我们都是神从万中选一的被呼召的这些勇士 我们是神国精队里面的海金陆战队 各位我们不是只是国民兵一辈一而已 没有 各位都是海金陆战队 在所有的金种里面 海金陆战队是特选的 他除了会开枪 还有一些其他军人要做的 他还有很多是要跳伞 要野外求生 要很多的这些的训练超过别人 他才能够成为Marine 所以我有一天在那个募军的一个中心就看到这一个 他说The fuel the power 这个海军陆战队被险上 在美国这是很神奇的 万中选一的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万中选一的在这里 将来特别是稻缩的 或者现在已经在呼召的低命的 你们都知道在前线作战 那是不容易的 随时一颗子弹飞过来就会要你的命 如果你有好的操练跟训练的时候 一出去马上就死在战场上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在这里的时候 就好好锻炼成为那个积淀的三百勇士 所以今天我们到神学院来 我们是进修 我们说我们到神学院来进修 没有错了 进修是修养升息 在这里重新得力 包括低命的也是一样 从职场到这里来 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在退修 我们在这里好像那个老印一样 在这里重新修饰羽毛 我们摸去我们的锐教 能够重新得力 所以刚刚有提到 我是一个神学的慢吨锅的产物 读过世间神学院 前前后后不少年 当然又服侍当中 从南省 华省 台湖正道的MDIP 低命到国际 这世间神学院 在这当中我已经学会功课 我不跑得太快 神要是没有给我亲主的呼召 我读完这个呼召完以后 清楚我再去 一步一步来 我学会了 我不要跑在神的面前 有机会有在分享 我也是在这样 学习的功课上面 跑太快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我想我们都在学功课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讲道 我们能够来省思 我是不是享受祖里的安息 我如何披发软肉的时候 在祖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呢 我是否常常不耐等候 以至于时常 跑在祖的面前 而事倍功半呢 我在我的呼视当中 有哪些是 仍然需要学习耐心等候 让祖自己的时候来成就的呢 那希望今天这篇的信息 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做一只老 阴能够会得高 看得眼 不要做一只着地鸡 到这里来 第一坨只是着地上的米 你要有眼光 不要只看到现在 最重要 来操练我们自己 成为一只老鹰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读的 这段经文就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再一次的展翅高徽 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要是我们谢谢你 从万能当中 你捡选我们 你也使用我们 成为你所中贵中的器皿 愿主你继续的恩待 保守我们 在座的这一群的神学生们 主要让我们在 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等候 我们也学习怎么样 在德 智 体 群各方面 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 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 神你所中的杰作 成为你流落的导管的祝福 我们谢谢你 祷告祈求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